地处内蒙古自治区拜安纳尔市东北部的乌拉特中旗 北与蒙古国交界有国界线184公里 在距离赶奇茅都口岸不到100公里的哈拉图嘎茶 慕明达莱正在家中捣鼓他的电脑 昨天晚上一场大风吹断了屋外监控的电源线 他要修好监控以便了解羊群的动态 打来养着600只羊和20头牛 近年来为了响应政府适度放牧保护草原生态的号召 他将自己1200亩的草场分成8片 采取冬季只存栏母畜 春夏季舍思育肥出栏的方式 进行季节性修牧和轮牧 为了更好的管理羊群 他在羊圈和夏季牧场上装了摄像头 这样在电脑上手机上能随时监控到羊群动态 咱们以外国二期目抽筹 那四期目抽筹了是放到五个月 放到群少的摄像头 咱们先在屏幕上检查一下 看看摄像头就完事了 美安监控前怕羊羔被冻死压死 打来一晚上要往外跑无数次 而现在他只要坐在家中 就能随时监控到羊圈里的情况 不仅如此 他还在操场上给羊群安了感应式水槽 智能化的放牧方式不仅减轻了工作负担 还减少了故羊关的滑销 放牧变得更简单 达来也开始琢磨搞副业 他在212省道附近搭建了三个蒙古包 开办琴木加勒 由于这里离口岸不远 来往的游客也成为他稳定的客源 去那个扣安玩 然后来这个蒙古包吃吃我们的特餐 乃士啦 手把肉啦 扛羊腿呀 羊肉串 他们家的特好吃 羊肉不腻 然后世界特香 他们来了 咱们给他拿血色药 烧烤呀 手把肉呀 反正把一个药我去给他加工出来 一边开着木加勒 一边科学养殖牛羊 在2018年 达来的纯收入达到了20万元 像达来的牧民在这里并不是个例 在同一嘎茶 有13户牧民开启了木加勒 据当地政府工作人员介绍 他们辐射带动了周边50户牧民 平均年收入增长了7000块 日子越过越好 谈及未来 达来底气十足 现在木加勒能接待不少人 但是因为没有住宿 游客到了晚上就得走 下一步 他打算提供住宿服务 让自己的木加勒越办越红火 现在就是一次就带个五十多块 五六十个人 就十二个包 住宿咱们现在慢慢弄 明年咱们就开始烧住宿